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蠻想念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光 很像当初人家来我们家吃饭的那种感觉 干离更三夜 其实我们眷村是大江南北的人都有 可是做的菜大家可以互相吃啊 互相一起年節過節的時候 就是大家媽媽一起殺雞 全部都在一起 所以眷唇滷味是比較有名的 那滷味的話呢 可以放的比較久 不用當天吃完 第二天拿出來切一切 熱一下都還是可以吃的 肉出來一定要先出水嘛 才不會有那個腥臭味 那出了水之後呢 再下去滷 滷的話像肉類的部分要一個鐘頭 我們會有加一些中藥 然後老魯 我們的眷村就叫露光一存 門牌的話因為我們的露光總共有800戶 我們家是住在758號 這邊我們是在2008年 所以已經10年了 眷村因為都要拆光重新改建嘛 想法覺得可以把以前眷村的舊的東西 那去一邊保留 然後一邊就是想要開個這樣子的店 因為以前我們在眷村 家裡的擺設就是這個樣子 會有一個櫃子就是展示這個樣子的東西 來小店工作的時候就很像在家裡面一樣 好 吃 還滿多小孩是在眷村長大的 所以會來這邊回味 也有的是 孫子回到爺爺奶奶家那種感覺 所以也有很多年輕人來這邊 我奶奶以前家裡就是這樣 我爺爺以前家裡就是這樣 每個客人來店裡面都表現出 滿想念那個年代的那個死光 有的是跟著我們放的老歌一起唱 愛是永恆的行程 絕不再隱瞞中醉落 爸爸是雲南宜良的人 那來了台灣之後還是非常想念大陸的 就是開這家店當初的想法就是 守護著那時候的一個美好的年代的那個死光 因為眷村共同的話題很多 串門只吃東西 然後家家戶戶都不庇護的那種狀況 嗯 花露水以前媽媽的香水 對記得小時候都會看到茅台酒 爸爸會喝大驅酒 大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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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驅酒